聖誕節就要到了 三五好友最愛聚在一起玩 交換禮物 但禮物白白款 怎麼挑才不會踩雷 前幾年疫情有就收到口罩跟 類似什麼 獅子巾之類的吧 就覺得還蠻累的 馬克杯 因為這個杯子其實從小時候 國小到現在就已經很多人會送了 尤其那個杯子的圖案你也不能挑 樣子你也不能挑 如果是你不喜歡的 你要表現出啊好喜歡喔 這樣太辛苦了 很無聊的馬克杯 因為我們家超多 異口同聲都是馬克杯 民眾都舉了反對票 還有萬年不變的護手霜 或是玩偶娃娃 都上了好雷海航榜 家電用吹風機之類的 行動電源還是什麼等等之類的 就是生活必需品 用小型的空氣清淨劑那種的 實用的為主 相反的上班族很愛筋膜槍 能舒緩工作疲勞 預算比較高的話 藍牙耳機聽音樂不打結 通勤族也很尬意 還有行動電源隨時充電 香氛蠟燭浪漫又應景 也都名列前茅 我覺得一定要至少有五百塊 不然買不到好東西 大家開心就好大概五百到一千 一定在兩千上下吧 大家能接受啦 然後也比較不會是爛禮物啊 馬克杯那個很爛耶 根據統計 學生族群交換禮物 預算大多落在五百元內 上班族或是情侶比較高 大概在兩千元內 無論如何 宣得好 送得巧 過節儀式感 玩得開心 最重要 環宇新聞 宋知音黃孫萱 台北採訪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環宇新聞 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隨時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